蘋果現在是牙膏供應商 為什麼 因為一直在擠牙膏 他每個都在擠牙膏 叫做供應商 什麼叫做四折 雙折 這是雙折 疊在一起 變成一個脈瘤 我們說脈瘤底 再一個 所以吹槽有可能是在什麼 iPad iPad的部分 新的iPad 就變成怎麼樣 一個大的iPad折起來 變成像管風琴一樣 把它折起來 就是兩個折疊 那我懂了 這是一個脈瘤的概念 脈瘤的概念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也是在什麼 概念階段 所以現在蘋果就怎樣 是像這樣是不是 這是一個脈瘤 然後把它打開就比較大 折起來就像手機那麼小 那這樣的話其實 我認為它應該不會出在iPhone 應該是在iPad 因為iPad比較大 才會折起來才有感覺 可是這個也是指紋樓梯橋 耳機是這樣 耳機大家可以看到 不是說耳機拿來直接拍攝 它的意思是說 耳機我如果戴上之後 我有你可以做一些動作的感測功能 就類似和你的身體來做連動的意思 它是怎樣 它是說我自己的感應 所以接下來會變成怎麼樣 Apple的耳機 它就可以跟你的身體 跟你的所謂動作來做互動 SE4明年推在3月到4月推出 基本上定價就是台幣的16000到18000 但問題是它的SE4也是A18晶片對不對 沒錯 然後螢幕也更大 也有6.1吋 那我幹嘛還要買iPhone16 對 所以現在的問題 所以它如果釋放這個訊息 不見得是 它可能打到自己 是 所以表示說 iPhone最新的16系列 是有什麼賣的好 基本上只有16的Pro跟Pro Max賣的好 但是iPhone的16跟16加Plus 基本上賣不好 所以它現在變成怎麼樣 它往下吃客群 去吃這個什麼 16000塊我們說的中階手機的客群 而且這個是怎麼樣 要在明年度推出 所以反過頭來 今年的iPhone16跟iPhone16Pro 其實是雷聲大雨點小 為什麼 因為AI功能都還沒出 你說多國語言可能要到明年 所以就有講 今年的iPhone16可能就是過渡機 一個AI的過渡功能 先出來秋奇 因為我們好好談一下蘋果 為什麼要談蘋果呢 觀眾朋友過去果粉很驕傲 因為蘋果不管是在工業藝術上 還是在技術上都是非常領先的 但是最近的果粉說的比較小聲 別人推折疊機他都沒有推 人家有這個他沒有 人家有AI他沒有 好 終於他的iPhone16AI了 又偏偏賣的不怎麼好 好 現在蘋果說 為了燃起果粉的熱情 你知道他說要推什麼嗎 來 三折肌不夠看 蘋果說我要推四折肌 這能不能燃起果粉的熱情呢 為什麼現在對蘋果而言是關鍵時刻 NVIDIA一直漲 現在市值已經逼近蘋果 快要超過蘋果囉 老大哥被超過沒面子 所以他開始推出一些新的 包括智慧眼鏡 還說AirPods 我想問一下 AirPods是耳機嘛 對不對 他要裝鏡頭 之前他說可以替代助聽器 隨後有助聽器的功能 現在AirPods說也可以拍照 這是要給怪叔叔用的嗎 我是不曉得怪叔叔 不是啦 他不是拍照 他是說他可以感測 他有鏡頭可以感測 不是他說去拍攝功能 後夜想說糟糕了 在捷運上 要是每個人都帶了一個AirPods的話 對 那大家都很害怕 不敢靠太近 所以來 我們來講一下蘋果 來 我想其實蘋果是這樣 蘋果現在應該叫 四折要怎麼折 我先說 你可不可以先 因為你是手機搭 我真的 我已經一直在想四折要怎麼折 蘋果是這樣啦 好 既然你問頭 我要一定要先講 蘋果現在是牙膏供應商 為什麼 因為一直在擠牙膏 他每個都在擠牙膏 擠牙膏供應商 什麼叫做四折 什麼叫四折 這是雙折的 這個是雙折 這是雙折 疊在一起 變成一個W 我們說WD 還有一個 所以推廠有可能是在什麼 iPad iPad的部分 新的iPad 就變怎麼樣 一個大的iPad折起來 變成像管風琴一樣 把它折起來 就是兩個折疊 那我懂了 這是一個WD的概念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也是在什麼 概念階段 所以現在蘋果就怎樣 我推出 像這樣是不是 這是一個W 對 然後把它打開就比較大 對 摺起來就像一個手機那麼小 是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認為它應該不會出在iPhone 應該是在iPad 因為iPad比較大 才會摺起來才有感覺 可是這個也是指紋樓梯槍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 有沒有可能先推出的 事實上是有 SE4 可是捐捐你知道 用SE4來當新品 說老實話 對蘋果來說 這個格調 我覺得就是有點降下來了 都降下來為什麼大家知道嗎 SE是平價版 對 你怎麼能夠主打平價版呢 這平價版是這樣 我這支是iPhone 14 Pro 那基本上它現在的概念就是 把SE4做成跟什麼 iPhone 14 Pro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的邊框 它的這些所謂的AI功能的下放 現在它把平價版大升級 對 平價版升級 然後你就不用去買什麼 你就不用去買iPhone的二手機 我先說 iPhone二手機是很什麼 是很值錢的 但是這一支的二手機 大概是1萬多到2萬 所以它的SE4 明年推在3月到4月推出 基本上定價就是台幣的1萬6到1萬8 但問題是它的SE4 也是A18晶片對不對 對 沒錯 然後螢幕也更大 對 也有6.1吋 那我幹嘛還要買iPhone16 對 所以現在的問題 所以它如果釋放這個訊息 不見得是 它可能打到自己 是 所以表示說 iPhone最新的16系列 只有什麼賣得好 基本上只有16的Pro跟Pro Max賣得好 但是iPhone的16跟16加Plus 基本上賣不好 所以它現在變得怎麼樣 它往下吃客群 去吃這個什麼 1萬6千塊的 我們說的中階手機的客群 而且這個是怎麼樣 要在明年度推出 所以反過頭來 今年的iPhone16跟iPhone16 Pro 其實是雷聲大於聯想 為什麼 因為AI功能都還沒出 你說多國語言可能要到明年 所以就有講 今年的iPhone16可能就是過渡機 一個AI的過渡功能 先出來秋七 那糟糕了 那蘋果的股價可能會受影響 好 來講一下AirPods AirPods有拍攝功能的意思是 AirPods是這樣 還有它有智慧眼鏡 對 它現在先說 第一個 我們現在講這個 我們說的Apple Vision Pro 它不是賣得很爛嗎 對 而且我從來 在問我的朋友玩3C的 沒有人買過 不一定要10萬 10萬 3萬 應該3千4美金 它現在說要出一個平替板 2千美金 問題是也要6萬多塊 我認為其實Apple在這一點 其實先推出了 可是怎樣 叫好不是要做 所以它現在回過頭來 要跟誰學 要跟Meta學 所以現在就變成什麼 Apple的什麼的眼鏡 Apple的Galaxy 這個就變成在研發中 所以我認為後面的Vision Pro 應該會被什麼 又會被Apple眼鏡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耳機 好 那耳機是這樣 耳機大家可以看到 不是說耳機拿來直接拍攝 它的意思是說 耳機我如果戴上之後 我有你可以做一些 動作的感測功能 就類似和你的身體 來做連動的意思 不是阿官說的 說什麼戴著 然後去偷拍片 不是這樣 它是怎麼樣 它是說我自己的感應 所以接下來會變成什麼 Apple的耳機 它就可以跟你的身體 跟你的所謂動作 來做互動 那我們回來講 那聽起來這些都是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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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眼下的現實是iPhone 16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就擔心 iPhone 16可能賣得不好 對 因為大力光呢 最近表現也是很弱勢 是 因為蘋果呢 快要被NVIDIA超車 那憑蓋股該怎麼辦 我覺得是這樣子 其實呢 蘋果的股價也沒有那麼不堪 為什麼 因為快要被NVIDIA超過 問題是蘋果股價也沒有跌下來 它只是在高掌層 問題是庫科在這時候賣蘋果 對 所以現在的重點就是說 現在的重點就是說 蘋果可能從科技的高成漲股 變成比較什麼 巴菲特都去賣蘋果 就是什麼樣 它的估值可能會往下修正 所以大家知道 現在重點是怎麼樣 AI的NVIDIA是創新 蘋果就是守成 如果大家看到大力光 本來大力光說 我要壓你iPhone 16 Pro Max 賣得很好 可是現在外媒估起來 可能iPhone 16 Pro 銷售可能打850 好 那我們來看個股 還是要回到現實面 那麼相關的瓶概股 我覺得這個也是10年 合同時間核心 以前是靠蘋果 一顆蘋果就台灣 現在都要轉型了 你看鴻海家族今天很強 鴻海 鴻準跟廣宇 可是除了鴻海之外 鴻準跟廣宇 其實都是往AI來做考慮 所以今天在漲了 其實怎樣 漲AI 對 世界上在漲AI 所以鴻準說 鴻海漲BlackWare 那這個是什麼 接到GP兩百單子 它還在做AI的連接線 所以我覺得鴻海家族 如果這一波再漲的話 你可以找本利比比較低的 比如說鴻海或是廣宇 它本利比比較低 剛剛要發動 下面這一波 TA 它其實是跟手機有關 可是娟姐你要知道 大家現在不會只單壓蘋果 會壓索爾的手機 所以PA放大器 今天很整齊都漲 壓什麼 壓第四季 整個中國的Vivo 小米的品牌出來之後 搭著蘋果的S1一起上 所以你看包含穩茂 全新跟紅杰科 那裡面紅杰科我比較看 為什麼 它也是整理很久了 本利比相對低 營收開始往上開 所以我覺得PA放大器 有可能是這一波 這個所謂的消費型店裡面 補漲的一個落後的機會 套館 都很難看 天啊 有夠了